人的雜性有善的、惡的和不善不惡的 在眾多惡性之中,害人最深的莫過於貪欲 佛家將眾生八萬四千種煩惱心病歸立為貪、親、痴三種 稱之為三毒,是一切煩惱罪惡的根源 現今社會上殺到淫妄的風氣敗壞 例如貪污,即是索賄和受賄 貪財,好似賭博、投機性的投資、騙財 貪名、貪利、貪識、貪權、貪圖享受、貪慕虛榮 到後來,貪得越多所引發的煩惱痛苦就越多 貪的結果就是永不知足 不擇手段拼命賺錢,然後重情享受 這些惡習,對於整個社會風氣、人心、文化的影響實在太大了 或者有人認為,人如果不貪,人生還沒有了競爭 沒有錢還怎會有快樂呢?社會還怎會有進步呢? 各位,其實貪欲是惡性的競爭,是會增加人的自私心的 人類歷史上有不少高度智慧的聖賢 對人生作了深港的分析和探討 中國聖人老子、孔子、古希臘的哲學家 太利斯、蘇格拉底、伯拉圖、羅馬的阿利斯多德 以及古印度的婆羅門聖賢哲人 都探討出一個共同點 快樂不可以在物質上尋求得到 越貪求物質,就越會朝遣煩惱 其實快樂是來自個人的內心世界 並非建築在財富、名譽、權力和地位上 其實,用因果報應的角度去看 即使你不去探求 該法的大財、該有的地位 只要你腳踏實地、誠誠狠狠去工作 命中注定該有的,遲早你都會得到的 不需要不擇手段去拼搏 只要一方面珍惜現在 另一方面為將來而努力 那麼生活必然不會更愉快、更充實 佛家說快樂是來自內心智慧的啟發 有了智慧,就能辨別是非、善惡 不會做出貪親癡的惡業 那麼如何去啟發內心的智慧? 只要多些去讀古德聖賢的書 或者對心性有悲意的善書 多些聽人者講經說法 收集禪助、念佛詞咒、改惡向善 平日多些思維去收集佛法、解行並進 以理論康復實踐 又在實踐中再體應理論 那就漸漸會發掘內心無良的功德狀了 作詞・作曲・編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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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